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發生 而我們這個禮拜是這麼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同學有時說起這些地震? 我今天做了一張單章 你可以回去 我們一會兒的資料會印 印了你可以回去和他們討論 討論這個問題 回去學校 回去周圍的人 總之任何人 這就是你害怕的 因為你的心裡害怕 覺得沒有人會聽 我看到那些人是否容易聽 不是 有些人我一開口已經拼搏 有些人知道我是牧師 又特意問一些很難的問題 但我又不怕 因為我是牧師 反而人們會帶起問題 我就會回答他 因為沒有一個問題是回答不到的 所有問題是真神 所有的證據都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你們不要害怕 你害怕的時候 你又帶不到人信耶穌 你不害怕又會帶到人信耶穌 這裡每一個人都在這裡 是我帶過信耶穌 每一個人都在這裡 每一個人都在這裡 每一個人都帶回來 那為甚麼會信 外面的不會信呢 是困難的 但是我們慢慢 神也會使用我們 我們看看聖經裡面 講到這些先兆 其實我們以前都聽過很多 但是呢 有沒有這種迫切感 有沒有覺得很強烈 和很頻密 有沒有覺得耶穌快回來 你看米價加得多快 現在還會再加的 現在還未曾加定過 聖經已經講過了 如果你不是家庭主婦 你又不覺得的 家庭主婦就覺得的 即是你去買菜的時候 和將來的蜜蜂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中一部影片 他就講到 你知道蜜蜂死就是一個 世界梅約先少 現在蜜蜂死了七成 死了七成 很多蜜蜂都死了 70%死了 而且還陸續會加強 蜜蜂死了一個很大的後果 就是很多農作物是靠蜜蜂的 所以將來的食物會很貴 有很多地方乾旱 或者是植物生存都不好 或者是太熱 太熱會熱死的植物 太冷 有時候是冬天又是太冷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們活在一個末後的時代 你肯不肯給神用 很多基督徒不想這件事 我希望你會看到基督徒 我們一起讀一讀 末日將會發生的事情 第一 各樣災難增加 一起讀 假先知 戰爭 飢荒 悍災 地震 擾亂 瘟疫 風暴 海嘯 天氣變異 密假星 這裡說了很多東西 假先知聖經說過 很多人冒耶穌的名利 說他是基督 在末世有很多假的宗教 很多人用各種方法接觸靈界 覺得很厲害 有種很特殊的經歷 他們打坐 瑜伽 很多的 他們發覺是有經歷的 但其實他經歷的時候 是接觸到靈界 我見過這些人 我問過耿文的問題 會否見到邪靈 你有沒有見過邪靈 最近我見過一個病人 他做瑜伽 九十幾歲 他說我見到的 不過他們師父教他 不要理他 但是呢 他們所做的 不是會救他脫離邪惡勢力 但是我們祈禱不會見到邪靈 我們祈禱也不會見到邪靈 然後你不要理他 他不會搞你 因為他們不是有真神的力量 所以他們會做那些打坐的時候 是會見到邪靈 在網上也有說到 他教一些人 如果你打坐的時候 看到邪靈 就不要理他 他的方法就不要理 不要給他影響 那就行了 看到很難看的東西 都不要看他 不要理他 這只是用一個 一個逃避的方法 因為他不是真神 所以他們會見到 也證明他們所信的不是真神 很多戰爭 饑荒 現在越來越強 因為很多地方 出米的地方 現在呢 東南亞就是出米的地方 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泰國有個風暴 後果也很嚴重 因為泰國也是出米的很重要的地方 寒災 乾旱 地震 擾亂 就是人們暴動 瘟疫 疾病 風暴 一路加強 海嘯 天氣變熱 聖經一早說了 還有密加星 我們一起讀 還有什麼事發生呢 災難 這個是開始了 接著有什麼事發生呢 聖靈充滿福興 外主的基督徒 即是那些基督徒 外主的就會有聖靈充滿 聖經所說到聖靈要囂貫有血氣 在門口的日子 接著 基督徒被迫白 很多基督徒愛心冷淡 敵基督出現 控制普世政權 主耶穌從天降臨 死人復活 信從主的人改變形象 和被提到空中 大審判 基督徒被賞賜 新天新地和地獄 這裡說到聖靈要充滿基督徒 當我們愛主的時候 神的靈在末後的時代 要做很大的工作 其實 現在聖靈工作在很多地方開放的人 是有很強烈的神的同在 在佛羅里達也有一個新的牧師 即是他不是新的牧師 不過他現在開一些聚會 是很強烈的聖靈充滿 我在網上可以傳給你們去看看 我也都時時看到聖靈的工作 我希望大家預期時間 尤其在暑假你們比較有空 可以盡量去聚會 當我們去領天挑戰的時候 今個月四個星期五的時候 我會去 如果放暑假你們有空去 我甚至可以跟他們說 我每個星期五去行不行 你們每個星期五來 你們每個星期五來 在這個暑假你們會 聖靈充滿力量加強 因為我們看到人死的時候 譬如你走過地震的區域 那個石有個孔 有個手伸出來 是在動的 那你會怎樣 當然是救他 會不會 太難了 我家人先搞定 我沒有空理他 會不會這樣 不會的 你不會見死不救 在那個洞裡 其實那個洞裡 就像一個圖畫在地獄 人們在地獄伸出來 要你救他 為什麼你不救呢 我們看到這麼多人 沉淪為什麼不去救呢 我希望大家會有這個心 而我們怎麼去救呢 就是有聖靈的能力 等一下我會叫Karen分享 聖靈的工作在她身上 是一次再一次的 我亦都時時 就是有些人 他祈禱的時候 他真的很好 他真的反應是很好 我時時都看到人 經歷聖靈的 我時時都看到人 祈禱說 真的好 真的好 平安 很舒服 你都可以的 因為神是答應了給你的 神給了你 但你不肯用 耶穌的比喻是什麼 一千兩銀子埋藏在地裡 你可以有這個能力 你想不想給神用 因為你只是懶惰 其實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不要怕 你只要去做 你就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求主 這個復興 在中國人中間 在這個區域 我們帶起 帶起之後 不同的人都會興起 有聖靈的復興的工作 但另一件事 有些人很害怕 基督徒被別伯 耶穌說了 很多人會迫害我們 但不用怕 因為末日快到 耶穌會保守你的 千萬不要向敵基督讓步 千萬不要向迫白讓步 千萬不要向迫白讓步 不要否認耶穌 還有很多基督徒愛心冷淡 你說 那個牧師 他現在都不信耶穌了 他都說 不要跟耶穌了 這麼困難 我們堅持 我們要走耶穌的路 不要愛心冷淡 知道這是聖經所說的 世界每天的先兆 但是我們就努力去做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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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